她主动提出赡养婆婆 却遭到专家否定 可我有赡养她的义务 你没有义务 一会儿法律问题 我没有律师 安理会给你解释得非常清楚 老人说 自己的晚年生活痛苦不堪 这是何原因 你说什么才满意 她就家活着你 婚姻大事 弟弟当初为何要隐瞒亲人 弟弟跟家里头关系 好像就不是特别好 好像她结婚都没有通知各位 可以说没有什么感情 没有 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她住在哪 什么时候领了证呢 我们都不清楚 具体领了证我们都不知道 各执一词 究竟是谁扰乱了家中的安宁 她那人做出事来太残忍了 你知道吗 我们都不可容忍 如果没有大姑姐的话 其实过得还是挺好的 他们不来平行 就是那俩闺女 他们一来就开始找 一边是母亲 一边是婆婆 张女士会做出怎样的决定 我妈闹病 我婆婆也闹病 不能 我不能俩她跑啊 我还得上班呢 所以我把妈 我妈的鞋接来了 她接她妈 接妈住了都三年了 她跟谁商量了 跟我们家人谁商量了 只要他们一来 我妈就得出去 到五天我妈都在外边蹲着 一套三居室住着两个家庭 他们究竟是何关系 又发生了哪些纠葛呢 现在我妈现在的时候 都不让我们回家了 等这时候没有我妈这口气的时候 我们这个家更回不了了 连我二姐姑一都进了这个家 徐家共有姐弟四人 其中最小的弟弟于2011年 与张女士结婚 但在婚后第二年 徐家小弟却因为意外不幸去世 从此张女士便和婆婆 以及患有残疾的徐家二姐 共同生活 在老四去世之前 实际上您就是跟这个儿子 跟儿媳妇一起过的 以前他个人都搬着过 刚好来老四他就搬进来了 就是老四去世之后 儿媳妇才搬进来的 您跟您这个儿媳妇关系怎么样啊 她不好呗 要好就这样吧 是从头开始就不好吗 从头呗 你看老头有病 她没管 我这有病 她也没管 她就麻烦 那两年之内真一行 我婆婆真的挺好 那后来呢 后来就不行了 在平日里关系是否融洽的问题上 婆媳俩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偏差 如果按照张女士所描述 一开始婆媳关系很好 又怎么会在两年后发生了转变呢 她给我二十万块钱 给她吃 给她洗吧 给她做饭 一开始讲的时候 就是我们一人二十万块钱 然后我就 不是说现在 不是说干嘛 有老公的时候这么说的 所以我们就又又给 您的意思是您给她做饭 是因为她给您交了饭钱了 哦 交饭 交了 我还了好几万块钱账 我还得给她钱 然后我家的东西 我还照样买呀 张女士告诉记者 因为丈夫住院抢救 家中欠下过一笔债务 而她与婆婆关系的变化 似乎与这笔债务有关 赶后来我也找那医生 找那主任去 主任说 你有疑问账吗 我说有 给你 有多条 活化去吧 这就活化了 埋了 埋了这四万块钱账 我还了五年 对于张女士所说的这笔债务 婆婆会作何说法 这对婆媳之间的关系 真的和还债有关吗 是这样啊 就您知不知道 在您家老四去之后 家里面是有债务的呀 是要还债的呀 没有 您不知道吗 我还了呀 您还的是什么债呀 她那那个中院就说 我给她拿钱 那个养老金 我下一个 给她交过呀 我本来我挣钱少 这个是正常开销 这不是债 所谓的还债是 您欠了别人钱 得还别人 家里有人要还别人钱吗 或者还银行钱 有这样的债务吗 没有 没有啊 几位没听说过是吗 没有 我在还医院 你只还五年 四万多 她们都不知道 知道 那现在 今天来这儿是 主要是想怎样 就是想让这老四媳妇离开 是吗 对对 我要她搬走 让她搬走 那谁过来照顾您 闺女 闺女来照顾您 您的意思是 儿子死了 儿媳妇就得走啊 是吗 为什么呀 因为她 她不在她不走 她不就说 她把她帽子弄回来了 据老母亲讲书 自从小儿子去世后 小儿媳张女士 不但没有搬走 还擅自将自己的母亲 借过来居住 她的这一举动 引起了婆婆 以及徐家 其他几个女儿的 强烈不满 现在等于说 一个家里头 一个三军室里头 住了 有母女关系 还有那个 婆媳关系 她就 最后 后来 她把她妈扔过来 对 住了这么多人 然后你们相处 肯定 就是 关系不好 是她才把她妈妈 接过来的 还是说 她就一直 在她的娘家妈 一直接过来 她那接过来三年了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她也没跟我们商量 因为她回家了两天 回家了两天以后 她就把她妈接来了 她也没跟我们商量 从来都没说过 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 没有 那个阿姨我问您 您跟您这个 前儿媳妇的妈妈 相处怎么样 住在一个屋檐下 我也不说话 不理的 老太太也是 互相之间都不理的 是吗 不道理 我们不说话 这种关系 真是好无聊 听了你怎么这么无聊 那老太把耳朵了 住在人家 这个屋檐下 你怎么样 面子上总要过得去 不说话算怎么回事 你说那么大岁数了 她妈 她母亲有病 她不上 不给送医院 她在家收拾 您家老二是什么情况 她小的时候 得过大脑炎 大脑炎 六岁 五六岁开始 就是精神就出现状况了 是吗 对 她智力 那之后等于 您一直是 老母亲一直是 她的监护人 是吗 对 我妈 我妈照顾她 现在我妈照顾不了她了 对 那她照顾不了这事 有没有解决方案 没有啊 现在这不是正在要解决吗 现在我们都已经进不了家门了 一进家不就打架吗 进家门了就打 就嚷 就骂 他够了打人 他就报警 一进家门就报警 徐家老母亲身体状况并不好 还要照顾身患残疾的二女儿 因此负担很重 可是据他们讲 就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情况下 张女士却多次阻止亲人们登门探望 这又是何原理呢 就他们来呀 你来就找事 你们看见我妈了没有 八十多了 还有老年痴呆 就我妈 他们要是一来 我妈一坐这 都不能再坐这了 你知道吗 不是让她出去 就不是往这坐 只要他们一来 我妈就得出去 就这小区 这人都知道 到五天我妈都得外边蹲着 张女士说 两个大姑姐对她母亲的态度 令她无法容忍 因此她才拒绝徐家两个姐姐登门 可毕竟这也是徐家母 母亲的住处 她的举动显然令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 张女士为何要做出这样特殊的居住安排呢 就我个人啊 听到你家的这个居住状况 好像听上去确实不太妥当 婆婆和妈生活在一起 这个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我婆婆不是就跟她们说一声不是病了吗 我就回来出了院以后就说让我养 我做饭不是也不太好吗 我没法让你养 什么时候出院让您养 就四年前 四年前 差不多三年前吧 我妈不是来了三年多了吗 您的爱人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什么时候去世的 我记不太清了 反正我们登记一年多吧 登记一年多 您的爱人什么时候去世的 那一年呢 我记不太清了 我看看 这什么玩意儿啊 一年去世的 对 一二年一月七号 丈夫去世之后您是住在哪啊 我们那个 我们老爷子去世的那会儿 我们都得一块都已经住进来了 而且来了以后是 我跟我老公把我老爷子给发送的 就我们邻居说嘛 说闺女说 把那个老爷子的愿望吧 说那个把他让他平安送走 这不是让我们登得记 我们就一直在这住着 我爸有病的时候 你们去医院了吗 一直在这住着 我爸有病 你们照顾了吗 他就说话说 我爸根本就不会说话了 我爸一直就闭着眼 都不会说不了话了 我爸说不了话 这也是家里同意了的是吗 会别 他们就说紧着催着我俩 我们就结婚了 然后把我老爷子送走 就说让他就宽宽 就平安地送走 放心呗 就大姨都说的 闺女你说你那个干嘛一下吧 然后干嘛 我说行大姨 我说没事 我这人既然跟他想一块过 肯定就是说 你们让我做什么作用 就是以儿夫媳妇的身份 你把他送走了 然后我报的照片 然后我老公到报的骨盔盒 我们一直在一块住的 然后我们在医院还刺悟他 一天那么一次我父亲 都是我跟我妈 人家医院的医生护士都看着我妈 挺可怜的 那么大岁数了 都睡在那个医院的那个 就那台子上 不然呢 人家那个主任 挺可怜的看着我妈 就给他弄了一个单间 有两人房子 这么着 那后来呢 您的先生去世之后 您还是继续在这住是吗 对 因为我没地儿住 再说了 我老公去世了以后 四万多块钱账 在七三一医院 后来医院 我问他们 我说这有账怎么办呢 我说那个 人家不让你那个火化呀 他们他俩姐姐说 哎呦我们没钱 我妈 我一看没钱 老太说 我也没钱 我说没事吧 我说我有手有脚 我年轻 我可以还 不是都没钱吗 我说行 然后我就上七三一医院去了 问那主任 我说你有登记症吗 我说有 把那小条给我了 放了五天才火化的 这个可以撒 火化了以后 然后我们就开始 宰块肚 然后我还账 我说别人说 不是说他儿子老混蛋吗 老干嘛吗 我说他为什么不跟我混蛋呢 我说以前你们别说他 别跟我说他什么什么什么样 已经过去了 他没有了 我说以后看我怎么做 我就是儿子 我就街坊邻居这么说 我要做的不对 你们就说我 我就是儿子 所以我就把家里盯起来了 这句话是很好听的 但是您做到了吗 做到了 您做到了 而且您刚才说 从一开始 就是你跟婆婆两个人 她还身体比较好 能做饭 你们过了一段 比较和睦的时间 好几年都挺好 然后刚才上场的时候 那三位说 那三位说 之所以由和睦转为不好 就是因为老人家身体不好了 照顾不了你了 然后你们才闹僵的 你觉得这个转折点 他们说的对吗 不对 那你说关系转折是因为什么 就因为她闺女 那人家闺女正常来探望不应该吗 我让她来呀 因为我上班我不在家 我不可能控制 那怎么就会因为她闺女了 她来了就跟我打架 是她跟您打架 还是您跟人家打架 肯定是她们跟我打架呀 我这人很少跟别人打架 主要就是跟老人的两个女儿 相处不是特别 那跟他们家的那个老二二闺女呢 真挺好 那还行 您刚才说 您老公生前有很多的债务 这些您帮她偿还的这些债务 您有相关的留的证据吗 有 债务来源是什么 您为什么亲爱的债务 住院抢救 医疗费 医疗费 就住院抢救的医疗费 因为住院抢救 对 而且现在墓地也没买呢 花了多少钱 债务是花了 债务我还的是四万多 现在还有墓地也没买 好 那么您认为这个债务 应当由谁来承担 我自己承担 她没说了 所以我自己还的 那其实您挺明白的 就是这是一个 恰恰是一个法律义务 为什么 您夫妻之间 是有互相辅助的这种义务的 也就是您要生病了 她也得管您 她生病了 您也得管她 这个确实是一个法律义务 但这和您分人家房子 这是俩事 我没分 我就想居住 对 但这是俩事 这是俩事 不管居住权还是所有权 她这是俩事 提起前夫住院期间欠下的债务 张女士满腹委屈 她说自己也是由于经济困难 才不得不继续在婆家居住 但是她为何要让自己年迈的母亲也搬过来同住呢 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是之三居室内两家人 后来妈妈怎么又来了呢 我妈妈来了说吧 是好几年以后 就是我婆婆不是病了吗 然后我后来出院了 出院了 那个不是我得伺候她吗 结果我们家我妈 我是独生女儿啊 也没这管 80多了 也老闹病 也不行 老打电话 我说你说我妈闹病 我婆婆也闹病 我不能两分跑啊 我还得上班呢 所以我妈就接来了 接来了我就这么一块养 一块养住着 我妈也挺 我妈我们家人都老实 您的这个安排 婆婆家里人知道吗 事先征得他们的同意了吧 我说了 因为我妈病了我就往家跑 跟谁说了 我跟我婆婆说 我说我妈也病了 跟婆婆说 对 没伤着 她把她妈带来了以后 晚上夜里又来的嘛 我妈回来就给我打电话 我妈就急着 就哭又什么 你说我这儿 我妈说我这儿可怎么办呀 我要把我妈妈接到 咱们这儿一起住 她同意了 没有 可我回去 我看我妈不行了 我就接来 当时都快死了 就说不行了 必须要人养 您把妈妈接来 住进了你婆婆的家 住我屋里 住进了你婆婆的家 对 并没有争得别人的同意 是吗 是 你觉得这有问题吗 嗯 你觉得这有问题吗 我没有啊 因为我有赡养义务 我还得养我婆婆 你住进了 就没有争得房主的同意 来了他们不同意 把您的亲属接近了别人家 这件事有没有问题啊 我也不太清楚 有没有问题 反正我就是认为我有义务 这样说 如果是您的家 嗯 别人不但自己住在里面 嗯 还把自己的亲属 没有争得你同意 在你不同意的情况下 嗯 拉去一起住 你觉得怎么样啊 没有什么事啊 反正都有亲属关系 因为我还养得我婆婆呢 所以那房子为什么还要分房主 和房客之分呀 嗯 既然是随便都可以住 谁的主意都可以做 那开开门 咱们就 家门就变成门不得了 是吧 我现在这样说 您是不是也感觉有点问题啊 不是 这至少要征得别人的同意 对吗 是 而且听说 你婆婆 你前夫的 妈妈 和你妈妈的关系很僵是吗 连话都不说 我前夫的 跟我妈妈 他没见过面啊 因为我外地的 我再说一遍啊 这关系啊 你住的那家老太太 和您妈妈是不是不讲话呀 在一个屋檐之下 讲话呀 我说人家就早餐了 今天就从生家 就早餐 他一提人家就先问 我大姑姐 你们要不来 就是那一句说 欺负他妈了没有 他们说你了没有 为什么不来呀 谁来 那是他爸家 是 我让他们来呀 你让他们来了 一来你不就打架吗 报警啊 你报警 你报了多少次了 刚才他说不讲话 讲话 因为我在上班嘛 家里的事就是我婆婆 和我二姑姐帮妈 肯定要讲 他说他跟你妈妈没有交流 是他在说谎是吗 你说没有交流是可能的 因为我妈 不会交流 爸说了 真不会交流 脑袋还有点老年痴呆 没法交流 有什么事跟我说 我就说了 我跟我婆婆说了 有什么事跟我说 觉得您家这日子 过得好吗 现在 我大姑姐 他们要不来 真的挺好的 为什么不来呀 那是他妈家 你知道吗 是 我让他们来呀 你凭什么不让他来呀 让他让来 因为他十天半个月 就得来一回 过一个星期就来一回 准来呀 我不在家 我们要别回家 回家就在家 我告诉你啊 今天春天 你不能回来 我跟你说 不能上我这乱 把老太姐愿意 把老太姐接走 上班去吃饭去 不能在我这吃 来了我就报警 这是她说我的话 为什么吵架呀 还报警 我上班的时候 我有休息的时候吧 有时候他们逮着我 他们来的时候 我也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吗 只要他们一来 我们家有辩护 想知道为什么 那是你们家 你觉得是他们家吗 你觉得他们会不会觉得 那是我们家吗 是 也觉得他们是 他们就是自己说嘛 这就是我们家 我们出生就在这 这你是哪来的呀 你姓什么呀 你户口在哪呀 一直就这么问 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为什么会报警 有什么事情需要报警 你怎么老找事啊 打着我以后 我不休假吗 打着我以后 他就开始跟我导爵打架 就抄抄 平常要没有我 他们就开始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因为我不在家呀 可是我观察呀 我再看见呀 就我妈上个厕所 我眼睛都不行嘛 开个灯 我婆婆 咔把灯都关了 我就知道 我大姑娘 肯定来了 然后我妈坐在沙发上 然后我婆婆 蹭上转下 我打着她 抖了抖了 我就知道 我大姑娘来了 因为我不在家 我常常上班 你说为什么打架 肯定是我在家的时候 我找什么事了 来了你就报警 你就胡说八道你 胡说八道 来了以后 我就直接奔我妈那屋 你看着门都跟我打 怎么打起来 没有打起来 他们就骂 骂我就报警呗 你要警察不来 我们家那个 那边派出所 跟那个聚会都头疼 他们骂的中心内容 是你该去哪儿去哪儿 是不是 对呀 然后就说你 就说这是我们家 你还怎么着呢 就像在我们家这房 这房子你说能乱 因为现在 我母亲还活着呢 徐家大姐说 小弟媳曾多次表示 这套三居室是她所买 但房子明明在小弟 与张女士婚前 就早已存在 对此张女士有何解释 她所说的 究竟是一时的气化 还是另有根据呢 所以据您所知 这房子怎么来的 是我老公出了钱 才能住上去的 对四万多 我好像看见一张纸 拿出证据来 不是买证 带了吗 没有 我老公 他跟我说 他就交的钱 签了他自己名 在哪儿签的 在159 买房子 在单位买房子 签了他的名 对 什么东西让签的 就买房交钱呢 是工商银行卡 收款凭证 还是购房协议 还是办产权证的相关手续 还是物业协议 在哪儿签的 我不知道 他就说他交的钱 而且是签了他的名 也就是说我可以理解 您现在是听说过这事 但是没有任何证 是吧 没有 据张女士讲 丈夫生前曾告诉过她 此房是丈夫出资购买 但并没有留下相关证据 这个理由能成立吗 对于这处房产的来源 徐家母女的说法 又是怎样的呢 房门是我父亲 父亲是吧 一直是现在还是 对对对 你家这个房子的性质 房屋性质是什么性质 它这个属于 就有居住权 不能买卖 您怎么知道 那个我们那天去问单位了 我们问了 单位怎么说 单位说这个属于央视房吧 不能那个 央产房 对央视房 这房子买了吗 现在我们这房本都在单位呢 对 但是这房子你们买了吗 买了 买了 那有那个收据 给我五年买的 您这房子买的时候 花了多少钱 妈花了多少钱 265还多少 那个 四五万吧 四五万块钱是吧 当时折了您老两口的公灵了吧 我妈没有工作 我爸的 我爸 反正就老两口一共的 对对 用了老两口的公灵 然后花了四五万块钱 这个四五万块钱 从哪来的呀 就是 我送吃假用 就都是 我妈家婆了 都是您老两口的钱是吧 没有别人的钱 没有 子女都没出钱是吧 没有 没有 徐家母女讲述了房屋的来源 以及出资情况 并出示了相关证据 对此 张女士能不能认可呢 所以现在倒下来 他们刚才描述这房子 是一个央产房 而且不能上市交易的情况 您知道吗 知道 也认可是吧 只能居住 也认可这情况是不是 对 那这个房子属于人家老两口的夫妻共产 您认可吗 不认可 不认可呀 对 那您认为应该平常属于谁呀 我认为我老公拿的钱就是 也得有点份 证据 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那我现在手里有一份证据 因为这是对方给我的 上面写得很清楚 是老爷子的名字 的房子 如果没有证据 我站在那经常说这句话 没有证据这事就不存在 不存在的事情不用反复说 不管你说多少遍 它也不会就变得存在了 打官司有一原则的 你就记住了 以后也记住了 跟什么人打官司都记住了 叫做谁主张 谁举证 就是你想啊 主张这东西是你的 拿出证据了 没有 别乱说 一个是产权 原来的产权单位 就是老头老太子他们单位 第二个来讲呢 人家有这个 房管局的房子证 房子证上写着所有权人呢 咱们通常情况下 就得按照这个来 如果您主张您有权利 那您得举证 您不能举证 就得按照这个来 所以我们现在判断 这是老头老太子的房子 到这个岁数了 您把您老母亲接来 您觉得您是赡养了 但是人家的 也是老母亲啊 那我也养啊 您作为前儿媳来讲 您不能违背她的意愿啊 您 是 您愿意养她这是好事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是吧 夫妻关系不存在了 您也可以愿意去养 但是这不是人家的责任 可我由于赡养她的义务 你没有义务 子女对父母啊 确实有赡养义务啊 但是呢 您并不是血亲 角度上的子女 您是殷亲的关系 而这个殷亲关系 在您爱人过世的那一刻 不存在了 所以在法律上呢 您没有这个赡养的义务 当然您愿意赡养 没问题 但是得争得人家的同意 现在人家明确表示 不用您来赡养 也不愿意您在这儿 共同居住 那么无论从她父母的身份 还是从房主的身份 人家说这句话都恰如其分 对于房子的全属 以及老人的赡养问题 律师向张女士进行了解释 那么在这套三局史中 有没有张女士的愤额呢 由于是央产房 它跟商品房 是有不同的性质 你要真是说 如果是一个商品房 咱们正常的可以过户 可以买卖 可以进行分割 那么这是另外一种处理方式 那么这个里头 您基于说 您嫁的这位 确实是人家家的小儿子 小儿子在他父亲过世了之后 可以对不太多的一部分份额 拥有一点点权利 然后呢您在基于 跟他是有过这个夫妻关系 虽然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但是基于在 您对您前夫继承的这件事上 您还可以循着他这条线 再往下取得一点点份额 但是这一点就更少了 为什么您前夫的这部分份额 恐怕还有人家父母的份呢 关注他什么时候 具备上市条件了 或者他们几位 未来在处置的时候 真的能够完成处置的时候 您在争取您那个 微乎其微的份额 虽然小 但它存在 到那时候争取 没问题 与法与情与理都没问题 但是现在 房子没办法分割 是夫妻 老爷子和老太太的 这个共同财产 那么虽然一方过世了 人家另外一方 在这儿要完成居住 更何况他是个老人 有关房产权益的问题 律师向张女士 表述了自己的建议 既然房屋的来龙去脉 已经清晰 张女士是否愿意 带着自己的母亲离开呢 请继续收看 第三条件事之 三居室内两家人 就是如果人家 确实有这个意愿 想让您搬出去 您有这个条件 和这个意愿吗 能搬吗 搬不了 因为我上班 挣的工资会不多 我还得养我妈 养您的自己的娘家妈 对 那您回老家行不行啊 就是我们家里的风俗 就是家出那里 推的闺女 破推的水 我既然已经上这 您的户籍在哪啊 河北 河北您是农户 还是非农户 农户 家里有宅地地吗 有 有耕地吗 有 是啊 今天您来了 也是想解决问题 是吧 对 老这么大 因为我已经到了 家是要搬的 正常生活了 来 家是要搬的 您可以提条件 既然到我们这儿来了 该知道我们是条件 对吧 两边往中间捏 是吧 您呢 不要一口咬尖的不搬家 您啊 就在那儿啊 待着啊 扎了根了 是不行的 因为如果通过诉讼的办法 清理出去不是不可以啊 首先撕破的脸很难看 而且其实对你实际的利益 是有影响的 所以不妨 想一下 退一步啊 提个什么样的条件 大家都能接受的 不要太离谱了 十四大张口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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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四和他媳妇有这样的一种缘分 那么这种缘分在双方心里的沉淀 也确实形成了今天 能够实现成功调解的一个前提 那么让人欣慰的是 他们双方都能够看清这一点 在法律情的平衡上 找到了一个结合点 也都实现了双方的诉求 一定要带他们签一个协议 把签出的时间 付款的时间 收到钱多长时间之内 搬家的时间全部都落实下来 一定要按照这个时间来执行 既然大家都有诚意来 我们解决问题就是要看步骤 才是有诚意的 好吗 或许这场由房子引发的战争 已经僵持得太久 双方都饱受折磨 难以承受 在调解嘉宾提出方案后 双方很快便达成一致 并共同签署了调解协议 我也希望我们观众看完这个节目 最后能有一个概念 就是对于自己的利益 和对于别人的利益 我们都要进行保护和尊重 不能因为自己想要得到什么 去侵害别的利益 当然也不能因为别人的一些 过分的想法和吸引自己的利益 我们彼此尊重和彼此保护 在调解的最后 徐家母女和张女士 还分别对我们的工作 表达了感谢 是否满意对这个结果 满意 谢谢栏目组 谢谢第三条件事 把我们家的问题给解决了 谢谢 调解协议签订后 还需要一个旅行的过程 两个月后 张女士主动联系我们 告知协议已经旅行完毕 在新北至于 我们也衷心住院 两个家庭都能收获一份安宁 两个家庭的老人 也都可以拥有舒心的晚年